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来看到,为了要让学生运用资讯科技探索未来教育面貌 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动数位利用教育 更在福源国小设立台东县XR数位共学中心 持障国中设立智慧控制教育培训基地 21号县长饶庆林也亲自前往两校来进行解牌仪式 并表示,这是象征台东县开启迈向科技化的一刻 也是台东数位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鹿野高台吗? 呀,是的,鹿野高台拥有绝佳的视野 能够迎览整个高台地区和飞南西谷的田野景色 县长饶庆林透过福源国小的导播机 化身成为VTuber的小林姐姐 与学童共同体验崭新的数位学习模式 为了让科技走进课堂 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动数位利用教育 更在池上的福源国小设立了台东县XR数位共学中心 另外在池上国中则是成立了智慧控制教育培训基地 21日上午县长饶庆林也专程前往两所学校进行接牌 县长饶庆林表示,学着科技不断进步 学校的老师也得跟着学生们一起进步 利用新兴的科技融入教学 协助学生适性发展,培养多元的智能 我们不要用过去的经验来教现在的小孩解决未来的问题 我们很常落入这个状况 然后老师们也好,校长们也好,长官们也好 只抓着自己会的,然后要放在小孩子身上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我们现在不会是偏向资源也很容易要到 我们反而是如何去利用这些资源 适当地刺激我们的孩子 来让他们去引起学习的兴趣 而这个对学校方其实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我们老师进来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具备这些能力跟知识 所以,老师们也要一直学习 校长们一直也要调试学生、家长 还有老师之间所有呈现的婚姻 面对新科技融入校园 学校的学生者表示 可以利用不同的器材进行不同感官的体验 我觉得非常很好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在平板中 就是比较方便 就是不用去到现场 我觉得上VR的课程呢 可以让我们生力其境的体验到那个地方的不同的样子 比如说刚刚也可以就是透过VR 然后做上那个热气球 然后我没有做过热气球的也可以这样子做热气球 我觉得很好玩 县府教育处则指出 数位利用教育是目前台东县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藉由两个基地的成立 必将成为台东教育数位转型的一大亮点 也期盼透过设备的建制 师资的培训 课程的规划 还有技术上的训练 能够提供孩子们最佳的学习场域 培养未来的人才 记得陈吉林池上相报导 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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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REP 甲